到情緒戀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讲一个状况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很习惯 接受一些 负面暗示性的情绪 听得懂这句话吧 比如说大家一起来想 什么叫暗示性的负面情绪 眼皮跳 跳哪一边啊 到底跳哪一边不好的是要来 跳哪一边 右边还是左边 左边啊 我搞不清楚啦 因为我都不信这个的 我们常常会听到说眼皮如果跳 可能是什么 有什么 有不好的事要 发生嘛 对不对 你要赶快把手放 NO 以后你就不要受影响了 眼皮乱跳是不是有不好的事要发生 NO 赶快手拿出来 真的真的 我们要改变 改变 因为我们改变就不会 一直受到这种负面的影响 你要知道 每一个人 每一个在场每一个人 你的生命系统里面 有五世主的阴影在你身上 不要讲得下你啦 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人 都有我的 妈妈 我的阿嬷阿公 我的 真阿公阿嬷 在真真真阿公阿嬷 在真真真真阿公阿嬷 这样知道意思吧 我这个生命体 受到 至少五世 祖先的影响 变成今天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 一定要努力去怎么样 好的可以保留 努力啦 勤奋啦 认真啦 带人和善啊 然后很诚恳啊 这个都很好 这个都阿公阿嬷 阿祖啊什么给我们的很好 但是 有时候是 不好的 你要不要停 要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找 至少可以找五个好不好 找五个来 第一个 我没讲一个你就要这样 手就要拿起来 真的以后你就会记住 每次眼皮一跳 没事 我这样知道吧 不会说 哎呦这什么事要发生的 因为我们都被负面的情绪暗示 这不值得 那个都不对 都不好 那是错的 这样知道吗 来一杯开始来 眼皮跳 没事 No好No No比较快 No好不好不要受影响 第二个 筷子掉下去 No 筷子掉有没有坏事 没有 其实有人说有人要请吃饭 好啦 不要期待人家请你吃饭 一期待又活 活到什么 未来的情绪 你又会不好 又等没有啊 骗人啊 没有啊 那会不快乐 自己请自己就好了嘛 对不对 类似还有哪些来告诉我 你们听过的 暗示性负面的情绪有哪些 会受影响的 网破了对 那我们那时候都常常讲什么 睡睡平安 对 那就是正面的 很好 再来还有哪一些 再来讲 踩到狗屎 这不是很棒的事吗 发财了 不是踩到狗屎发财 你们都怎么想 他什么 踩到黄金啊 对对对 这个就对 这个就正面改变了 再来还有没有 再来找 你说 第六感 哎呦好像恐怖 可能会怎样 对不对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No要No 因为大部分的第六感是负面的 都会想我做梦见他out 会不会是这样 不是这么 突然之后有个灵感 那通常是 我相信有 那个心电感应 这样知道吗 我相信人跟人之间 有一种心电感应 但是如果你感应到是负面的 你赶快就是活在此时此刻 不要活在对未来的担心 在那边说哎呦会不会来 电话来了 你看 真的 贵公司 已经中奖25万 原来是这件事 所以 你讲对了就有时候有这种 第六感的害怕 还不如赶快拿电话问清楚就好了 这样知道吧 可不可以再来一个 我们可能会被 负面的错误的暗示的情绪 而影响 猜猜看 还譬如 还譬如 做噩梦就觉得好恐怖对不对 好做噩梦其实是什么 心里面有点担心有些焦虑 所以你做噩梦的时候 就要问自己这句话 这个梦 告诉了我什么重要的讯息来 这个梦来一起讲一遍 这个梦 告诉了我什么重要的成长讯息 假一个成长会看 这个梦 告诉了我什么 重要的 成长信息 当你这样一思考 整个情绪状态就回到 此时此刻 这样知道吧 所以 各位我们开始来学不要受那种影响 好 让各位比较知道 原来我们很多人的生命系统 好多的什么 情绪恋 大声恋三个字叫什么 情绪恋 你知不知道你身上有很多情绪恋 知道 譬如 譬如 下大雨的就是 哎呀讨厌又下雨好麻烦 烦死了 有没有 这都属于 跟雨之间有什么 负面的情绪恋 小时候我们如果说 要去远足你会怎么样 耶 有没有 那你跟情绪代表的是 正的情绪恋还是负的情绪恋 正的 所以 情绪恋 有正有负 来各位看 有的是正面的 有的是属于什么 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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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练习 去觉察你的情绪恋是正面负面的 我们再来问我们再来想一下 哎 譬如说 那个要去约会了 怎么都没有人有笑容 你们距离约会多久了 好像都没感觉了 要去看电影了 耶 要去吃大餐喔 耶 要去听吴老师演讲 哦 哦 那我们之间 连结的是非常什么 正面的情绪恋喔 这样知道吗 非常感谢各位 你们几乎这么